今天AT各顧推介第一隻是銀魚27號 簡選原因是公司即將公布今年第一季的季度業績 預料復甦步伐會持續 第二是房澳旅客在過去五一持續反彈 加上銀魚今年有新項目開幕 獲勸相看好 參考接近10年的估值紀錄 銀魚在53元吸納直駁 澳門旅遊局上星期五公布 內地由4月29日至5月3日的五一黃金周 初步資料統計 入境澳門總旅客大約有49萬3千人次 相當於2019年時的62% 當中內地旅客有37萬6千人次 其內日均旅客大約是99千人次 按年上升超過2.6倍 回顧澳門4月份 博彩總收入GGR是147億澳門元 是疫情後的高峰 按年上升4.5倍 按月亦上升16% 同時達到疫情前62%水平 波根大通指出澳門4月份的GGR表現 相比之下今年第一季 恢復至45% 遠高於市場預期的132億澳門元 甚至超出市場預期的上限 摩統對澳門博彩業 5月的強勁復甦充滿信心 認為中場需求將會輕鬆恢復 到疫情前水平的超過80% 並且以金沙和銀魚首選 銀魚業務已出谷底 加上有望恢復派發股息 長線收息價值在現 投資者可以趁股值未完全反映 公司潛力時作出長線吸納部署 大家不妨等銀魚回到53元時吸納 年內目標在65元關 跌穿50元關後就適宜先後止蝕 另一種推介是中國移動941 選選原因是市場預計中移動 中移動金銀兩年股息率分別超過7厘8厘 加上運業務增長勢頭持續 可以加入收息組合 中移動重視股東回報 派息比率2023年將會最少在70%之上 根據彭博綜合勸商預測 中移動金銀兩年的預測股息率分別是7.5厘8.2厘 國泰軍安說由於資本開支放緩帶來折舊壓力減低 加上營運及維護費用的管控 預計中移動盈利增長將會高過服務收入的增長 另外公司預料仍然會提高派息比率 2023年派息比率將會超過70% 因此股息增長將會高過盈利的增長 至於市場關注的運業務方面 2022年度公司移動雲收入 按年上升108%至503億 北旗引術管理層講到 中移動目標是在未來三年內 移動雲的收入超過1500億 即是年複合增長率是44% 該行認為這個目標可以實現 主要是歸功於政府對數字經濟的推動 企業數字化和信息化的需求 以及5G企業業務的發展 彭博綜合券商最新的平均目標價 就是看82.73元 靠上星期五收市價68.45元 高出超過冷城 建議投資者是67元買入 目標先看73.5元 跌穿61.5元就適宜止蝕